农历7月15中元节各次祭祀共品陆续上市 为了保障民众时的安全 卫生局日前进行水果行、超商和传统市场的抽验作业 结果出炉 卫生局这次抽验中元节祭祀用品总共68件 其中有三件水果农药残留不符规定 卫生局已经命令下架不得贩售 而经过追查两件因为贩售业者没有保留交易凭证 无法追溯来源 将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 采取新台币3万到300万元的罚还 卫生局呼吁民众拜拜共品 避免长时间曝晒 以免造成微生物滋生 使用之前最好用大量清水冲洗冲泡 确保自身权益